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能解决问题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容易的事情啊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抚养这个孩子的责任吗 你看看这个孩子 你看他活到今天有多么不容易 他以后还要好好地活下去 他这条小生命是他母亲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 可是你呢 却说要去死 要摆脱抚养他的责任 你太懦弱了 你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的母亲 程夫人 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 孙大帅对我有恩 我不能做背信其义的人 孙龙凤 他更不会放过我 我这么去死 也算死得有尊严 卓市长 你听我说 孙龙凤 他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他这个人哪 杂人不眨眼 我现在已经认为战俘 哪有活着出去的道理 请你相信我 他不是那样的人 不要再说了 你不知道 你不懂 我懂 因为 他才是我的丈夫 你说什么 孙龙凤 他怎么会是你丈夫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朱市长 是真的吗 孙龙凤 好大的胆子 你敢冒犯夫人 你们误会了 朱市长 没有伤害我的意思 朱市长 请你相信我 我丈夫不会伤害你 未逼你的 开枪了 开枪了 程哥 朱市长 我们都是军人 在战场上 我们是敌对的关系 今天你成为成军的俘虏 我理解你的心情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们 我只有一句话 我放你 把我走 审官 帮朱市长安排马匹 送回去 四少 还不快去 是 朱市长 朱市长 杜市长 保重 杏花 刚才听到你说 你赠起你的丈夫 今晚 你知道这句话 对我有多重要吗 我只知道 我的丈夫 是一位善良的人 他打仗 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 他有一颗仁爱之心 重情重义 他绝不会去威逼 一个正直守信的人 我不在乎这世上 有多少人误解我 也不在乎身后的人 如何评说 今晚 有你知我 信我 我慕容风 已经心满意足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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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打胜仗了 是瑜伽口重新夺回了 何止 我们不光夺回了瑜伽口 而且在西线 攻克张德 夺取了成英铁路的控制权 英军失了凤鸣关 只得后撤数十里 滚回静花去了 你看看你 一打了胜仗 就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何止 我已经下达了命令 乘胜追击 越过卧牛山 直逼进化 直到乌驰 佩玲 你真的要去拿下乌驰吗 乌驰 我是志在彼得 而且这一仗 我要亲自支挥 那就是说 我们都要回到乌驰去 季婉 你是害怕回到乌驰 我只是觉得 没有脸面再回去了 我只是觉得 没有脸面再回去了 我明白 你对家里人 你是心存愧疚 不知如何面对 是不是 你放心 这次我已经难下 如果真的如愿 攻下无止 我一定 会陪着你 去拜见岳父大人 和岳母大人 请他们原谅我们 只是 只是我害怕 他们不会这么轻易 原谅我们呢 那我们就 一起看球 直到他们原谅我们为止 你放心 我们一定能等到那一天的 佩玲 谢谢你 给你诊一下啊 我说 没事吧 疼不疼的 不疼 还逞强呢 不伤成这样了 还说不疼 有夫人在 一点也不疼 别怕 等一会儿上了药 马上就好 就没事了 谢谢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没事了 没事了 不要慌张 别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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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少 领军飞机护杖 要不要撤离 远远地扔几颗炸弹 就是吓死我们 没那么容易 家平 这些派一队人马 把夫人和商兵 混速转移 是 你来干什么 你知道这里很危险 我要在这里陪着你 真的不行 家平 把夫人带走 是 夫人 这里危险 请跟家平离开 我不走 我说过了 我要和你在一起 纪婉 您任性了 我不是任性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甚至于够 纪婉 你们都不用照顾我 四少 这里危险 赶快撤离吧 是啊 我从附属和商员 先行上礼 是 是 走 我们去帮我 走 快 跟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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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啊 不要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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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听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踏踏踏踏踏踏的很重的那一小战士的 没看到 好好好 来 怎么 有一个小战士好像被骂下了 不行 不能再进去 不行 我要去挑战 哎 让我去 哎 四少 佩林 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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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零 四少 四少 三 brewery 三 brewery 快 快 快 四少 快 保佑 绝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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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不可以再这样离开我 你答应过我 要和我朝朝暮暮 永远不分离 你答应过我 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任何事情 就你死也从不惧怕 但是刚才 在炸弹炸响的那一瞬间 我居然有些害怕 我害怕留下你一个人在世上 我害怕你一个人在世上 今晚 因为你 我居然害怕死去 佩玲 四少 轰炸机已被击落 营地安全了 四少 我们成军 今夜有天象啊 准备好 一 二 三 太好了 这样子 先生 你们的信夫人怎么样 夫人是菩萨心肠 连颖军被俘的战俘都深受感动 甘心情愿的归顺我们 也可以说是金国英雄啊 我们的夫人啊 随军征战 比男人还能吃苦 她救护伤员像母亲一样 有时候更像姐姐 是啊 是啊 夫人 看这一遍 开深一点 老爷 老爷 您要的东西 我给您拿来了 真没想到 堂堂的武池许家 也会落到如此地步 靠出卖祖宗田产 勉强度日 这要下去 恐怕 他们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老爷 您买下这些田产 是为了 老夫 陪我到许家去一趟 去许家 我们尹家 欠许家的太多了 现在 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滚 都给我滚 滚出去 这少爷我们变成这样 他哪一天不是这样 大哥 你别喝了 大哥 大哥 你别喝了 你走 你走 大哥 渐章 尹伯父来了 大哥 都别妨碍我喝酒 建文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你带妹妹们 先回房子去吧 走 渐章 是我 我是你尹伯父 伯父 我哪有什么伯父 我只有奶奶 可是奶奶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进场吧 你看看 我给你带来什么了 别喝了 建章 建章 你仔细看一看 我给你带来的 可是好消息 今天真是太有趣了 到处都是好消息 人人都说是好消息 天下的好消息 这个是用钱买来的呀 你看看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老爷 这不是我们大小姐 你 你过得好风光啊 你害死了我的奶奶 你还在到处炫耀 到处招摇 满世界都在帮你炫耀 这个世界 到底还有没有天理呀 老爷 你没事吧 老夫 我回去 我可真不明白 我们今晚 我们今晚 什么时候认识了 这个慕容四少 怎么突然他 这孩子 你怎么什么都瞒着父母 你怎么这么糊涂 也不知道他们那里好不好 隋今夫人 隋今夫人是个多苦的柴师 说不定 还有性命之忧 再说了 那隋今夫人 根本就不是明媚正娶的 今晚怎么受得了这种委屈 楚凡 你说 我们是趁他回来呢 还是由着他去呢 你可是要给女儿写信 你别管 我在跟你说 咱们是劝他回来呢 还是由着他去呢 你不要管 有福 有福 老爷 把这个送到报社 明天一早发表 怎么 老爷 你要给小姐 断绝妇女关系 万万使不得 女儿年少无知 做错了事 可是无论他有什么果实 他毕竟是我们的骨肉啊 是啊 老爷 小姐 毕竟很年轻 难免一时糊涂啊 今晚迟早会认错 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我们身边 他是我生的 我比谁都了解他 楚凡 我求求你 不要断了 不要断了今晚回家的路 老爷 你有三思 都别说了 我心意一绝 我们赢家 就此和他断绝关系 从今天开始 我阴处翻 再没这个女儿 我会让你帮我 这都干了吧 夫人啊 今天天气可真好 是啊 看这样子 很快就可以晒干了 夫人 夫人 夫人快看 这一天的报纸登的可全 都是你的新闻 是吗 都说什么了 说夫人夫人女英雄呢 夫人真豪气 谢谢啊 您处凡 于尹今晚 断绝妇女关系生命 不孝女离家去国 视为不忠 毁婚出走 视为不义 为告知父母 视为不孝 如此不忠不义 不孝之人 不见容于尹氏家族 是以生命 与其断绝妇女关系 夫人 您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有点不舒服 夫人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家瓶去办 沈副官 依你看 我们什么时候能攻克无职 战事的情形不好说 不过 应该不会超过这几天吧 夫人 这 这件事情 请你不要告诉佩玲 不 我觉得此事 还是告诉四少一声为好 我不想徒增她的烦恼 无论现在做什么 都于事无补了 怎么会呢 夫人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相信到时候 四少会替你解释清楚的 父母都不要我了 我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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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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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要是我们四少 那这是用兵如神 没几下子 就把孙静怡 打得落花流水 尿都吓出来了 孙静怡 色鬼一个 他哪懂兵法呀 不过这搞女人 倒是有两下子 听说 她都娶了十二房太太了 整天在女人堆里混着 腿都软了 还带什么兵 打什么仗啊 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这个孙大帅啊 正带着十二房太太 收拾行李 准备从屋尺滚蛋了 夫人家里出事了 夫人怎么了 来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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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夫人 让我不要告诉四少 但家平 思虑再三 还是不敢隐瞒 好 听说吧 吃菜 吃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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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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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呀 我 好 成功了 你了 为什么睡着都不开被子啊 我没有睡着 你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 你以后不要等我了 小心饿坏了胃 我不想吃 来 你不想吃火锅 你想吃什么 我叫他们给你做 我想吃 我想吃蔷薇木的 真子酱蛋糕 来 我去买蛋糕 荒郊野岭的 去哪儿买蛋糕 还是早点休息吧 要不然明天 你又要赖床了 我明天 上午没有事 来 跟我走 深更半夜的去哪儿啊 小声点 我们悄悄溜出去 喜欢我的孔子 看来 我跟过篮了 走 太轻航了 我去哪儿啊 我来说 我给你做 我去哪儿不再 data 我去哪儿啊 我来说 我去哪儿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要多叫点带回去 不要了 这样我会更想念成舟 留一点念想哈 这么久没回来了 不知道三姐可好啊 要不然 等一下我们去看看他 时间不够了 我们恐怕回不去都军府 哦 好 听你的 你说 我们这算不算过家门而不入啊 你已经过门一段时间了 却连真正的家都没有踏入过 真是委屈你了 我了解 现在是特殊时期 过不了那么多 好在如今战事快要结束了 等仗义打完 我一定带你回家 这么大老远跑过来 就是为了吃真子酱蛋糕 你说 我们是不是太傻气了 可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 跟你在一起 我总喜欢做这种傻事 不知道为什么 你窗外的景色如此寻常 可是 这一路看下来 心情却这么好 大概因为 我们都知道是难得的偷闲吧 所以心里有一种犯法的快乐 是啊 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背着父亲出去疯玩 和那个感觉还真像 咱们这一流走啊 营地那边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没准啊 都乱套了 管他呢 顶多让他们唠叨几句 这么多人 不会是出事了吧 准时出来找我们的 什么事 四少 刚刚借到消息 我军 已成功攻下乌驰 干得漂亮 四少 大家等不及了 都等着您的指示呢 还等什么 回去收拾行装 明日一早 我们进驻无耻 是 四少 这晚 怎么还没睡啊 明天就要回屋迟了 我心里面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睡不着 这只照片 咱们从来没有见过 当日离家的时候 走得匆忙 就只拿了这一掌 我每次看见他 我的心里都会难受 就很少拿出来 今晚 比较像妈妈 不像爸爸 其实长相像妈妈 可是脾气 确实跟爸爸相似 你爸爸也像这么倔吗 我不信 谁倔了 又开玩笑 我只想逗你笑一个 来 笑一个嘛 我知道 爸爸平时 虽然是个开朗的人 可是他的性格 跟我一样 都是很固执的 我担心 我担心这次他不会原谅我的 傻瓜 血浓于水 男儿父亲 不心疼女儿的道理 不用担心 一切问题 我来想办法 其实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 我不想因为你 带给他们任何压力 今晚 你放心 你的父母 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等到了屋子以后 我要见的 就是一个儿子的孝心 我要让他们原谅你 接纳我 哇 这城军果然均荣成素 和那孙大将军的影君 就是不一样 你看见四少爷了吗 长得真英俊啊 他旁边的夫人 也很美貌 两个人真是分配的 我听说啊 那个慕容夫人 以前就是我们乌驰的 尹家小姐 尹家小姐 老爷 里面请 什么 中心 哎呦大爷 您这怎么着啊 是啊 起来 起来 小心点 起来 到里边玩玩吧 你看 你精神那么不好 是啊 大爷 我弄什么酒都有 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好几多的是 你想喝什么酒啊 喝什么酒 小心点 四少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 送给爸妈的礼物 都备好了 万事俱备 现在缺少的 仅仅是你的勇气 带我去见爸妈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一同去面对 来 带你 谢谢你 小姐 大小姐 福叔 你可回来了 是啊 福叔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四少 我们两个 想去拜见爸爸妈妈 小姐 请你稍等 我去通报一下老爷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混账 这些个不相干的人 你叫我出来见什么 老爷 岳父大人 此番貌美前来 实在是我们夫妻二人 思念心气 急于败 请岳父大人原谅 原来是慕容四少啊 失敬 失敬 虽说 无耻 现在都是四少的天下 可是我们隐家 却和四少 攀不上任何关系 四少请回吧 既然今晚 已经是我的妻子 您就是佩玲的父亲 是佩玲 最亲的亲人 我们隐家 哪有这种福分呢 能和四少 攀上关系 不送 请回 我们隐家 哪有这种福分呢 能和四少 攀上关系 不送 请回 老爷 老夫 你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把门给关上 爸 你走吧 我们隐家 没有你这种 令家族蒙羞的女儿 爸 爸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请你原谅我们 接受我们吧 爸 求求你了 别再生我的气了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来弥补过去的错误 爸 让我见见妈妈 好吗 老夫 关门 老爷 少姐 对不起 对不起 爸 静雯 爸爸他 只是一时转不过弯来 搁不下脸面 别太伤心了 我理解爸爸 我可能是他让他伤心了 他才会对我这样 好吧 你也累了 要不这样 我们先回去 赶日再来 静雯 凡事总有个过程嘛 多给爸爸点时间 也给你自己多一点时间 好不好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心软的 我不走 我要一直跪到 他老人家原谅我 初凡 我求你呢 让今晚进来吧 女儿他一片孝心 回来看望我们 你怎么能如此绝情呢 好了 我说过 我没有女儿 她的孝心 我可消受不起 初凡 我们把女儿养这么大 你怎么说不认就不认了呢 我 你不是常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对得别人尚可宽容 何况 是我们的骨肉呢 是啊 老爷 不管大小姐 有天大的过错 你也应该给她一个 弥补的机会啊 初凡 再怎么说 她也是我们的女儿吗 她走了以后 我有多心疼 多牵挂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日日盼 夜夜盼 终于把她给盼回来了 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圆了 初凡 我求你了 你就成全我这个送母亲的心吧 你若当自己还是我的夫人 是尹家的女主人 你就给我断了这个念头 我求你了 佩玲 你们先回去吧 别让军师们和我一起联谊 夫人 我们在这陪着你 你跪多久 我们便提多久 谢谢习惯 谢谢 老爷 太太 外面在下雨 小姐还跪在门口 军师们也都在门口 临在雨里呀 天这么狼 他们在外面会动坏的 女儿如此心肠 你就原谅她 让她进来吧 是啊 老爷 你就让小姐进来吧 主妃 你改主意了 我去休息吧 这挺寒净动的 就这样把我们的女儿丢在门外 太太 要不 你也先回房去休息吧 不 我要留在这里 陪我的女儿 太太 你也先回房去休息吧 静雯 静雯 天亮了 老爷早 来的 你的女儿 在外面整整的归了一夜 你过去常常教育境外 对待他人要有人爱之心 可是如今对待自己的女儿 你 你的仁义到他哪儿去了 你怎么会这么心狠呢 老福 来一下 去吧 出发 出发 爸 妈 老福 初凡 你这是要干什么 老福 母 净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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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净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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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净婉 妈 妈 净婉 妈 我家人煮了银耳汤 喝一点 我家人煮了银耳汤 喝一点 净婉 净婉 别想太多了 身体要紧啊 净婉 净婉 爸爸现在在气头上 等再过些日子 让他消了气 咱们再去 啊 你不知道 爸已经 从来没跟我红过脸 他最宠的就是我 这次 我真的是太让他生气了 这次我真的是太让他生气了 不会的 爸爸这么开明的人 一定会理解我们的感情的 我想 他只是 你是无法接受你的不辞而别 也无法面对许家罢了 只要我们跟他解释明白 他一定会接受你 接受我们的 佩玲 对不起 让你陪我一起来经受这样的事情 敢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 因为我 你才会放弃这一切 才会让你父亲这么生气 我现在只有你了 我真的只有你了 静雯 不管前面等着我们的事什么 都让我们一起面对 好吗 这次沈老板愿意让我们许家来做这活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了 好说啊 好说 都是老交情了 不用客气了 话虽这么说 可是危难之时 真正顾念这份交情的 有几个呀 沈老板请 沈老板 像您这样的老主顾顾大恩 您放心 他任我们少爷东山再起 定当图报 我只是看你们家少爷这么年轻 还有个少爷的朋友 要这样落伙下去 多可惜了 所以我才出手相助的 多谢沈老板 您放心 我们建章少爷 一定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重振家业 好好好 不用客气了 那您坐着 我去请我们家少爷 好 少爷 你怎么来了 沈老板来了 沈老板 少爷 老板 来 喝酒 人生得以虚尽欢 你干什么 我不喝 沈老板 你 你抢了我的女人 还敢跑到我家里来 少爷 疯了你 沈老板 我们家少爷不常喝酒的 也许是遇到什么事情才会这样的 你放心相信我 我们一定会做好这档生意的 你让我相信这种玩意儿 你脑子 你脑子烂了 对不起了 沈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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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 说你这会儿回来 肯定没有工夫去吃 说你从小啊 最喜欢吃周家的桂花糖藕了 小姐 明香 我骂她还好吗 太太这些天 总是一个人坐着掉眼泪 说是小姐这次回来 人家门都进不了 心里一定委屈极了 不过 太太还让我告诉小姐 老爷心里头最疼的就是小姐了 他让你不要担心 他会慢慢地跟老爷讲 老爷肯定会消气的 明香 来坐下 老爷身体怎么样 老爷的身子骨可不比从前了 他操心的事太多了 不光是咱家的 还有许少爷家的事呢 许少爷 许少爷家怎么样了 小姐 你还不知道 许少爷家败落了 眼地 商铺 全都卖光了 许少爷 许少爷 你家少爷在吗 少爷 少爷他 如果他在的话 麻烦你带我去见他 那走吧 您请 尹小姐 您在这儿等一下 我去后边通报一声 你了 少爷 少爷快来 少爷 尹小姐来了 在外面候着呢 什么小姐 我这儿已经好多小姐了 叫去叫他走 别理他 别理他 来 来 喝 你听听我 再喝 来 好 来 哎呦 你喂我 我才喝 你喂我 我才喝 我去喂你 好 来 来 好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讨厌 建章 建章 是我 你不认识我了 我当然认识你 哎呀这谁呀真讨厌 真不知道 扫兴 验呦 你碰哪儿去了啊 来这么晚 来 陪我喝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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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看 建章 是我 我是 燕燕 我知道你是燕燕 来 来 来晚了 罚你一杯 喝了这杯 再给我唱个小曲 是啊 上一家 喝你 喝 就是 喝啊 喝啊 大方了 喝 喝完了 他上你好多银子 就是啊 就是啊 我喝了 不喝走开 走开 是 不 不管他 我喝 别管他 别管他 来 咱们喝 咱们喝 来 来 喝 喝 喝完了 咱们唱小曲 今晚 回来了 来 我正在照料我们的天力呢 希望他很快就可以开花 听沈副官说 你今天去许家了 许奶奶 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见着他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整天醉生梦死 自保自弃 去玩 真没想到 我当初的任性而为 竟然会害了许家 家破人亡 就这样吧 按这个马上去办 交秘书室 一一份和颖军的停战协议 给我过目 好 我马上去办 等等 前天要运往旺州的那批物资 运出去了吗 哦 还没有 不过 一定预定好了商号 后天 即刻启车 给那商号一点赔偿金 把这笔生意 留给许家去做 四少 这 还不快去办 吃 多知 请 徐少爷 不认得我了 你 你来干什么 成州一别 许久未见 如今我驻军污迟 特别前来 看望徐少爷 你是来转程炫耀的 还是来羞辱我的 请你滚 徐少爷 我此番前来 纯属好意 好意 慕容风 你强权威逼夺人之期 你毁了我们许家的声誉 我们许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完全是败你所赐 你今天来还说什么好意 你能有什么好意 既然你这么直接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 原本 我和静婉相爱 非关他人之事 但是你们有婚约在先 也的确是我慕容风横刀夺爱 我们夫妻二人 一直有愧于心 不知道如何弥补 如今看到许家败落 正是需要人雪中送炭的时候 所以我就来了 雪中送炭 天下还有如此可笑之事 这里面 是成盈铁路 成军地界的铁路通行特别派司 里面还有一份 是成军军需物资的大宗买卖合同 你是个聪明的生意人 你知道这笔买卖会带来的利润 如果你接受这笔生意 许家定能东山再起 不容风 仅凭这么一点小小的恩惠 就能弥补你对我们许家犯下的罪过吗 从此以后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这当然只是第一步 以后 我会带来更多的买卖 慕容风 我告诉你 我许建章宁可言见要犯 你不会接受你慕容风的恩赐 也绝不接受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可怜 我原本以为 昔日静晚的未婚夫 多少有些可用之处 但是没想到 我看到的 却是个如此窝囊 如此愚笨的男人 你简直就算不上是个男人 祖母病重 你可曾经过孝岛 家岛中落 你可有尽力挽回 只知道在这边怨天忧人自暴自弃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不过是个扶不起的拉斗 欺耻男人 受到一点点的委屈 就一败涂地 我说你 简直就是丧家之狗 你口口声声说我夺了你的妻子 那你有本事来报复我 如果你连区区一点家产都保不住 你如今一批如洗身败迷恋 你用什么来报复我 徐建帐 不是我看不起你 你就不要再妄想了 你一辈子 也报不了这夺旗之处 一辈子都休想 一辈子都休想 这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算是弥补了我过去犯下的错误 对 今天我去找许建章了 怎么说 他接受你的生意了吗 如你所说的 他一口回去 是啊 他这么恨我们 怎么可能接受呢 错了 今晚 今天还需细灵人 到这个时候 只有我们能帮他 而且我相信 我的激将法 一定可以让他改变心意的 不一定 我比较了解建章 他虽然很脆弱 可是又极为固执 我想 他不会这么轻易接受你的歉意的 而且万一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什么屈辱 想不开的话 这次你一定要相信我 只有男人才了解男人 今天许建章受了这么大的刺激 一定会震奏起来的 你放心 这些事情都会解决的 对了 我已经派人接蓝嫂过来 也好让你 多个人陪一陪 佩玲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这些事情都会解决的 让我照着 爷爷 快来陪本少爷 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爷爷 好好 快下来陪本少爷 娶少爷 真对不起 今晚咱们这 被一位成军的师长大人给包了 所有的姑娘都在楼上唱曲儿呢 您还是请回吧 明儿个再来 成军 不呸 什么东西 有几杆破枪 有点臭钱 就可以随时管我们误曲的女人 你 去 把她们给我叫下来 你不去 我去 你给我坐下 你 姓许的 你喝多了 你别想在我这乱来啊 来人呢 来人 我就乱来 放开 放开我 别给你脸 你不要脸 你是谁啊 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只不过是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不住的窝囊废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转啊 以前你有几个臭钱 老娘还给你点面子 可现在呢 咱们吴志诚都知道你是个败家子 败家子你知道吗 你们许家的财产被你败得一干二净 败得一无所有 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娘来转啊 我告诉你 老娘这儿可不是成功蛋在的地方 你把丢滚出去 出去 走 放开我 出去 放开我 成功蛋 不离这儿人家 滚钱 没钱在这儿 你说 破诺了 老谁呀 不离这儿人家 你怎么都混成这副格子了 我们又不是你们的爷娘 下不离你 就这样的垃圾 别敢出来找乱了 你呀 去城皇庙当乞丐还差不多 现在这副模样 简直就像一条狗一样 别把你的丧门戏带到我们这儿来 别糟蹋了我们的门卡 快走吧 你是不是也想喝点酒啊 张开嘴 张开嘴喝呀 还得再狠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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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还到这种 你等你太几个钱呀 你上这儿来 你们你们什么 姑娘们 别看这条狗了 看了就丧去 来 喝酒去 走 走 走 喝酒 没本事的男人 没本事的男人 阿 少爷 你可算回来的 少爷 你头怎么受伤了 少爷 不好 别烦我 少爷 四小姐发高烧 病得很厉害 快不行了 是吗 四妹 四妹 你怎么了 四妹 大哥 怎么办 四妹她怎么了 大哥 四妹为什么和奶奶的样子一样 四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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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哥 哥 你跑 不醉 你 好 没事 别哭了 别哭 大哥带你去看医生 没事 大哥快哭了 快哭了 大哥 大哥怎么办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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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门了 来了 大夫 大夫 是少爷 大夫 快救救我小妹 好好好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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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大夫 尽快送来得及时啊 要是再晚一点 会烧坏大脑 性命开忧啊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小妹 你怎么也负伤了 我给你包扎包扎 我没事 走走走 我没事 走吧 四妹 四妹 你怎么样 大夫 你还是看看我小妹吧 你坐下 快坐下 许少爷呀 我与你们许家上下 相识多年 从你爷爷奶奶那边起 我就常给你们许家人看病 我虽然只是个郎中 可是几乎是看着你们兄弟长大的 我有些话 想以老卖老 向你说两句 不知你愿不愿意听 有话您就直说 建章啊 你回头看一看 你这几个弟弟妹妹 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 营养不良 随时都可能像你四妹一样病倒啊 你作为一个大哥 怎么能把弟弟妹妹 照看成这个样子的 建章啊 你听我一句 就是受到再大的挫折 也不应该毁掉你对生活的斗志啊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你还有那些弱小的弟弟妹妹 就算为了他们 你也应该振作起来呀 我希望你从今往后 应该吸取教训 好好照顾你的家人 怎么样 我一会儿都能够 这样子的 我的体转 我紫尔子 也是 你 但是 我想 我紫尔子 我紫尔子 是我紫尔子 我紫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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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哥没能照顾好你们 大哥向你们道歉 大哥 我们没关系的 我们会听大哥的话 包子 肚子饿了吧 大哥带你们去吃早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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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